2022年以来 随着WOW、华硕、联想、微信等各路大厂 开始进军掌机市场 PC类掌机已经不再是一个小众的产品类别 当然由于PC本身的硬件大小 以及在散热方面的局限性 这类掌机在重量与便携上 还是要稍逊于像Switch这样的主机类掌机的 所以作为一个掌机爱好者 为了能够长时间手持优玩 我也是做了不少的相应锻炼 然后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款 也是我前段时间刚刚到手的一台 尺寸可以放进裤子口袋的游戏掌机 i9 Flip KB 它的独特之处就在于采用了翻盖的全键盘设计 所以虽然重量还是有650g 但是至少在形态上可以勉强叫做一台口袋机了 而且在这个齿轮下 散热方面也没有经营太多的妥协 实测它最高在28WTDP下也能够压住 不会造成过热降频的现象 因此它也是我最近使用频率最高的一款掌机 这里也声明一下 这期视频我跟i9之间没有任何金钱方面的交易 视频发布前也不会先给它们看或者审核什么的 内容都出自于我自己的使用体验与测试 在一件方面 我手上的这一台依旧是用了目前市面上PC类掌机主流的AMD7840U APO 所以在性能上跟我频道里之前测过的ROC R-Line i9 Slide这些相近芯片也像一个良好的机器 这几台你无论用哪款都不会有太大的区别 不过还是去实际测试了一下 这里是我在5款近几年的三游戏中 不同功率下就这款Flip KB 以及我手头其他PC类掌机的跑分对比测试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这三台7840U或者ZE Extreme芯片的机器 在游戏帧数表现上虽然各有胜负 但是总体是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的 3DMark Time Spy的跑分也比较接近 这里最高是ROC R-Line 在30W TDP下可以跑到3186分 而Flip KB则紧接其后 因为低了2W的功率 它在28W下的跑分为3161分 不过有一点例外 就是ROC R-Line的内存是固定的16GB 而R-Line的机器则是可以定制内存的 有16、32以及64GB的选项 如果说大家在玩游戏之余 拿它们当作一个便携小电脑使用 或者是需要用虚拟机 模拟器之类需要大内存场景的话 R-Line的机器会有一定的优势 然后这款机器在5月以后 具体什么时候我也不太清楚 也会有8840U的版本发货 我是没有等级 就先整了它7、840U 不过对于新芯片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关注一下它们的官方账号等一等 那么性能就聊这些吧 我想把今天的重点放在这款掌机的形态 以及我个人在过去两周的使用体验上 跟大家聊聊它跟Steam Deck ROC R-Line 那些纸板机身的不同 我们先看看它的外观与结构细节 得益于翻盖的设计 这款Flip KB在采用了7寸大屏的同时 在合上时正面尺寸要远小于市面上 大部分的其他7寸PC掌机 甚至长度比这款6寸的slide还要小不少 而且它打开时把它立起来看个剧什么的也挺方便 不用另外的去安装个支架 当然由于28W的最高TDP散热的需要 厚度跟其他机器的差距倒是不大 这里也可以看到在28W TDP下 满载玩游戏时温度是基本不会超过75度的 我也需要注意就是这种满载下分扇的声音也是不小的 大概介于ROC R-Line与Steam Deck之间的一个噪音大小 这里我录了一段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说实话因为机身的布局非常紧凑 在CPU超过70度以后 是能够明显感觉到它按键部分是有些发热的 这里我用热成像测温仪测了一下 它在28W TDP下 室温25度时按键温度大概在50度左右 当然不是说会让你感觉到烫的那种温度 不至于 但是确实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发热的存在 不过好处是屏幕在上面不会受到APU温度的影响 寿命也会更久一些 另外续航方面 我分别测试了50%屏幕亮度下 18W与28W TDP 这两个比较常用的掌机功率 这款机器的表现在18W下 它的续航在一个半小时左右 而28W下则刚刚好几个小时三分钟 基本就是7840U掌机的标准水平 这个确实是物理限制了 在电池或者芯片技术大幅进步之前 大家谁也别信息谁短 跟Steam Deck比起来 不是不是 不要误会 我不是针对你 我又说在座这么多位 都会是 OK 说谓形态 由于像屏幕摇杆什么的都是隐藏式的 所以相比起其他掌机 你不用担心划伤屏幕 或者损伤摇杆按键这些 所以正常情况下 基本也没有需要旅行包的必要了 像其他这些机器本来体积不小 再加上旅行包 便携性会稍弱一些 说实话 我一般都会再多背一个双肩包 来专门来装他们的便携包 毕竟拿在手上也不太舒服嘛 然后这关Flip KB的话 很多时候如果不是需要真的出门很久的话 我真的就是口袋一装就走了 然后结果方面 它是提供了两个USB-C口 但是需要注意 就是只有一个是全功能的 支持充电 DB视频输出 以及40Gbps的传输速度 另一个实际上是一个USB-3速度的纯束锯口 就不知道为什么Flip阉割掉了一个全功能C口 我是比较希望能把DB视频输出跟充电来分开的 这样用AR眼镜会更加方便一些 这算是一个小小的遗憾吧 希望下一代能够换回两个全功能C口 它的SSD接口跟Steam Deck以及LG-Ally一样 是2230规格 所以最高可以拓展到2TB的空间 这里还有一个MicroSD卡槽 也可以拓展空间 像我的话一般是游戏装到SSD里 然后通勤时如果看剧看电影什么的 会存在SD卡里 另外这里它还有一个长得像缩小版DP接口一样的接口 这个是Oculink 可以用来连接外置显卡 或者一些多功能的拓展坞之类的 对于外置GPU的介绍 大家可以看看我两年前的一个交流视频 这里就不聊太多了 对了这还有一个3.5毫米的耳机接口 然后这个屏幕的素质也非常不错 我这里放一个演示 大家可以看它的效果 它是覆盖了100%的sRGB色域 最高亮度是400尼特 而一般指要不是在阳光特别大的室外 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它是一块分辨率刷新率分辨为1080P 120Hz的IPS触摸屏 另外还有一点我很喜欢的地方 就是这个小黑方块 它实际上是一个光学鼠标 把手指在上面滑可以做到跟触摸板类似的效果 精准度还是很高的 我个人觉得很实用 绝对不是那种噱头设计 它跟触摸板相比的站位很小 你在正常握持姿势时 可以很轻松的勾搭操作 得给其他的手柄按键以及键盘留下了更多的空间 它的原理应该就跟我们现在的光学鼠标一样 只不过是把鼠标下面的双感器放到了上面这样 它轻点或者按下去是鼠标左键 然后长按是鼠标右键的功能 但是它的摇感也是可以模拟鼠标的 不过我觉得这个光学鼠标会更加精准一些 键盘方面这一台Flip按键不需要使用太大力就可以按下去 然后它的宽度也是刚好像这样握持的时候 可以双手的大拇指按到所有按键这样的一个位置 打字的时候相对来说还是挺实用的 要玩爆Windows本身的虚拟键盘 除了在登录各类账号时使用以外 平时简单搜索游戏工作什么的都挺方便 我现在基本已经把它当做一个小笔记本使用了 你甚至可以把它像这样立在桌子上来打字 虽然速度跟正确率和全尺寸键盘肯定是比不了的 但是应急使用是说有余了 真要生产力的话 咱就是说还是连一个蓝牙键盘更好一些 总体来说我对它的键盘布局还是很满意的 不过有一说一 这种四字方方的设计 对于手柄的人体工学来说肯定还是有所影响的 它的左右下方不像大部分市面上掌机那样 有一个这样较大的握把弧度 Flip确实是有弧度 但是相对来说比较平 所以在握持的时候确实需要一点时间来习惯 总体上在玩游戏时的手感 确实是要比标准形态的掌机差一些 对这里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 它背后的这两个握把片 其实是可以更换的 Ionio标配也附带了两种不同纹路的握把片 一种是一种贝壳纹路 另一种是这样有很多小点的防滑纹路 但是它们的大小跟弧度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总体来说我也没有觉得有太大的区别 我其实比较希望Ionio能够推出几个 可以向外延伸一点 更大的模拟普通手柄握把的握把片 给用户多一点选择 虽然肯定是会导致机身的体积变大 但比如说在家里玩的时候 不是那么在意体积的场景下 肯定是能够对手感有很大的提升 如果出的话我肯定会买 那么硬件上咱差不多就说这些 接下来我想聊一下软件方面的使用体验 这款FlipKB它默认是内载了 Ionio官方的前端软件 Airspace 2.0 我最早接触到他们家的掌机 大概是半年前吧 那时候这个Airspace 2.0应该是刚上线 我在之前的slide评测中 其实就简单说过 这个前端软件当时还是有挺多不足的 但这半年间说真的这个软件优化了很多 现在性能菜单调节不同的预设 锁定FPS 修改TDP 分散逻辑 包括性能信息等等都很直观 其他的包括屏幕亮度 键盘RGB颜色 还有体感开关等 也都放在了可以通过Ionio快捐链一键打开的地方 然后如果我们长按它 还可以打开这样一个更详细的界面 除了刚才说到那些功能 还可以调整显存的大小 以自定义手柄功能 比如扳机键 摇杆的灵敏度与死区 还有按键连发这些 不过目前好像还没有看到修改手柄按键的功能设置 现在桌面时 它默认的左摇杆是可以控制鼠标移动 然后A键与X键分别为鼠标的左键与右键 但是咱之前不是聊到过它有一个光学鼠标吗 虽然也可以通过点击来实现鼠标的左右键 但是没法实现拖拽的操作 所以目前像这样拖动图标之类的操作 你只能通过摇杆与A键实现 那么如果说我们能把鼠标左键改到扳机键上的话 就可以使用光学鼠标加扳机键 实现单手拖拽的实用性会高出很多 可惜目前还是无法进行这样的自定义 不过前几天我看到阿牛的有一个软件发布会上面 说是在6月左右的2.5版本中会加入这样的自定义功能 所以我暂且也先期待一下 其他的还有一个是目前这款机器的音频驱动问题 就是偶尔在播放声音时 它的扬声器会出现暴音的情况就像这样 这个我看阿牛的帖子 他们说已经是确定了是音频驱动的问题 也是会在后续的驱动更新中修复 OK那么最后再简单总结一下 整体来说这款Flip KB掌机的完成度还是很高的 尤其是折叠的机身在保护了屏幕摇杆的同时 还带来了很不错的变携性 所以如果你有较多将掌机带出门游玩的使用场景的话 这应该是目前市面上在散热与变携中 达到最佳平衡的掌机之一了 我非常推荐入手 但是如果你的使用场景更多的是在家中 比如说躺在沙发床上游玩的话 那么我认为其他的直板掌机 像阿牛的另一款Slide 或者ROG 阿赖 Steam Deck等等 虽然弱化了一些变携性 但是由于握把处更大 更加符合握持时的人体工学 体验会更好一些 除非以后Flip推出了加大加厚的握把片 那可能也能改善使用时的握持问题 不过就目前来说 手感还是直板机会更好一些 OK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点赞收藏转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